我们现在要去新家装门 一进门就看到前一天运过来的门啦 是找厂家定制的石木门 这是我们门框里做的玻璃 做了好几次的夹层的 这是两个卧室的门 年前其实已经做了一遍了 但是没有达到我要的尺寸比例 所以又重新做了一遍 这个门特重了 石木里面肯定特重 对 而且它的尺寸特别大 今天上楼的时候 就是去签售了一个快递 是给新家买的养夫化撒 但是因为我们家现在还要装修好 还正在弄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化撒拿回家去 先试试它好不好用 其实主要是种草了 它的营养盒里有天然的植物精油 维C还有胶原蛋白 一些美肤的成分 避免了肌肤老化的问题 维C还能提亮美白 所以等一下监工结束之后 回家试试咯 先装门框再装门 密封条软软的 一般呢 卧室门都是朝内开的 我们俩的卧室门朝外开 奇奇怪怪 可可爱爱 门一上玻璃 立刻就复古起来了 之后呢 再考虑弄一个帮纱复古帘 想想都美滋滋 因为我们的门比常规门要高很多 所以门盒业要用三个 是跟门锁一起买的纯黄铜的 非常美 回家试试华杂啰 安装非常简单 打开磁力宝 然后撕掉营养盒底部的标签 切开两个小小的出油孔 等液体流出来呢 再放进磁力宝装上就可以啦 我再加上好了 超级快速开水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吧 哇 出水很快 那这个味道 是这一炒蛋蛋的味道 然后在手上试试 感觉它这个水素好绵密呢 打得真上一炒都不刺客 刚刚有说明书长说 就是它这里面有 那个十倍的含氧的负粒子 然后可以促进皮肤的形成代线 感觉好像很亮亮 这里面呢是有过滤棉片 可以随时切换 就是这个 我在家的时候 就只能甜一饱 不让它在家没美丝